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召开第19次的委员会议 由副召集人赖清德副总统出席 原转会泰鲁阁组委员铁拉邮道提案建议 原住民自治纳入原基法作为法员的依据 而原民会与各部会协商将泰鲁阁国家公园 还有林田山林业区域 化设为泰鲁阁组自治示范区 共同来实现原民自治的政策 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召开第19次委员会议 由副召集人赖清德副总统出席 原转会泰鲁阁组委员雷达并且提出 原住民族自治应该纳入原基法 建议原民会跨部会协商来化设 修林乡泰鲁国家公园和万龙乡林田山 作为泰鲁阁组自治示范区 来实现原住民自治的政策 为了推动原住民族自治 建议政府请原民会 会同中央相关部会 进行跨部会的协商 根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内涵 修正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法 作为自治的法源一纪 以因应原住民族各族群 在历史文化差异之下 在不同的自治空间里 推动自治的一个准则跟依据 第二 建议政府同意 泰鲁阁族人阶段性的自治的诉求 族人县阶段主张 以现在的花莲县 秀林乡 泰鲁阁国家公园区域 以及万荣乡 林田山林业文化区域 这两个区域作为 泰鲁阁组自治的空间 这两个空间均为族人的传统领域 主管机关均属于中央部会 建议政府请原民会 直接跟中央相关部会协商 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族人也早已经在2005年成立了 自治筹备团体 并且在部落推动自治宣导 近期正积极地跟原民会合作 推动泰鲁阁组自治人才赔利计划 雷达又代表是 泰鲁阁组的主信 土地是雪 三零四家 尤其泰鲁国家公园 和万荣乡林田山这两个区域 是泰鲁阁组的传统领域 希望原民会能够邀请 各部会协商达成共识 另外泰鲁阁组备会 入行办理人才培训计划 邀请老中青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 共同来破坏 云中民主自治理念 记得订阅广告